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一万名工人兢兢业业耗时三年 他终于在2011年6月30日正式开通运营 他连通着昆山 苏州 无锡 长州 丹阳五个城市 而这其中的苏州 无锡 长州经济发展也是十分的好 虽然三市面积近占全国的0.3% 可信出口额却达到了全国的17% GDP更是排到了全国第四 这座大潮的开通将给苏南地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也将带动整个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 然而他的建设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设计上 出于土地资源节省考虑 他采用了高架桥的方式 横挂河道150多条 公路180多条 其壮观景象难以用语言表达 在建造中 他采用了许许多多的高新技术 比如说考虑到普通混凝土板承受不了高铁产生的压力 就用钢条网和钢缆混在一起放到特制的模具里 用混凝土覆盖做出轨道板 再用精密仪器打磨后投入使用 当然 这凝聚着无数设计者和建造者的智慧和力量 丹昆特大桥位居世界桥梁长度的榜首 还被加入了吉尼斯世界记录 很多人在通行经过时都未发出惊叹 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世界奇迹在中国诞生 你们对此有什么想法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